森巴体坛三层皮 一只这些肯的理环 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来愁 今天啊胖周跟个球迷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国拼 聊一下国拼退出亚锦赛这件事啊 那么想必各位球迷呢 也都是有所耳闻 中国拼协已经正式宣布 国拼啊将会退出 在9月份卡塔尔开战的亚锦赛了 那么这一次退出亚锦赛 究竟又暗藏怎样的玄机 国拼又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或许是让很多球迷为之不解的 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 国拼的主力运动员 可能这一次在参加完了奥运会之后 大家感觉到比较疲惫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刘国梁不能够利用这一次机会 给一些国拼的替补队员 男队女队的替补队员 让他们获得一次亚锦赛的历练的机会 岂不是更好吗 那么为什么刘国梁会选择去退赛呢 很显然这背后也一定暗藏着 刘国梁他的一些大的智慧和思考在里边 其实呢就胖周分析下来看的话 其实刘国梁所走的这一步棋 堪称是非常妙 一步妙棋 对吧 为什么说妙 妙在哪里 首先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从这样一个客观音速层面 去来考虑 这一次的比赛确实呢在卡塔尔进行 而且呢 这次比赛的时间 跟我们国内的全运会比赛的时间 是有所冲突的 我们的全运会比赛呢 9月27日闭幕 那么这边的9月28日 卡塔尔的亚锦赛就要开打了 按照正常的来看的话 运动员如果说你要去卡塔尔参加比赛的话 至少要提前一周抵达卡塔尔 如果说按照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你去卡塔尔参加亚锦赛 那么全运会的比赛你就参加不了了 所以说这样一来 我们本来发现 刘国梁他为什么不考虑 让二队的球员去参赛呢 你放弃了全运会去参加亚锦赛 这岂不是丢了西瓜捡了枝麻了吗 对吧 因为我们国内的比赛 整体的赛事水平非常高 对吧 在国内参加全运会的比赛 对于你的运动员的锻炼价值 成长的价值 是更有着深远的意义的 你去参加亚锦赛 其实那个水平的赛是很低 那么其次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二队的球员 替补队员 一旦去参加这一次亚锦赛的话 那么回来之后 还需要进行21到28天的一个隔离 那么在隔离期间 这些队员他们是没有办法进行有球训练的 这样意味着 他们在隔离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部分球员 很有可能会搭上 去参加休斯敦视频赛的一个末班车 如果说去参加休斯敦视频赛的话 他们的状态是得不到保证的 那么这样一来 对于我们国拼在休斯敦视频赛上 整体的成绩是无法得到保障了 对吧 因为这一次休斯敦视频赛 我们知道 我们国拼男队女队 将会各获得五个单打名额 后期刘伟良肯定还会从二队 抽交一些替补队员 来进入到这一次休斯敦视频赛的名单 所以说呢 这一次我们即使是派二队去参加亚锦赛的话 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 我们接下来的休斯敦视频赛的 所以说呢 参考这个角度 是无法让我们的二队也去参加亚锦赛 那么其次再来分析一下 战略性的意义 那么这个意义呢 我个人感觉是更大的 那么什么是战略性的价值呢 毫无疑问 这一次日本队韩国队 也都是相继公布了参赛队员的名单 韩国队呢 全主力出战 但是日本队这边 他们血藏了所有的主力 派出替补队员出战 这就很显然 我们能够看出 日本队这一次 包括伊藤美成 张本之和都没去 那么伊藤美成此前可是放了话 要在休斯敦市民赛上 要击败许多中国选手的 那么如果说这一次我们的比赛 不管是一队也好 二队也好 我们去参加亚锦赛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伊藤美成 他们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 是吧 去考察 那么考察了我们国平的队员的一些 基战术特点 随后呢 我们这些国平队员们 返回到国内之后 再封闭一个月 这一个月之内又没法进行有球训练 这极大的限制了我们队员的一个 在未来视频赛上一个发挥 这其实就郑重了 人家伊藤美成的下怀了 是吧 他的这个美梦就得逞了 但是很显然 刘国良不能够让他这个美梦得逞 我们的队员直接不去参赛 这样避免了我们回国之后 隔离一个月 队员们的状态得不到保证 那么这样一个隐患消除掉了 而且呢 你未来这几个月的时间 你不可能获得一些 关于我国平队员们的一个 整体的比赛的一个状态 这就让伊藤美成 他此前所计划的那些小算盘 那些美梦就彻底的泡汤击碎了 对吧 刘国良他的这一步棋 堪称是吓得太妙了 是吧 我们国平这一次宣布退赛 其实是以退为进 我们看似放弃了一个 无关痛痒的一个 不重要的亚底赛 但是呢 我们更长有的目标 是接下来的视频赛 我们争取在视频赛上 给予伊藤美成致命一击 要横扫他 打哭他 打得他服服的 所以说届时等到我们国平 在视频赛上 把伊藤美成打服气的那一刻起 或许所有人才能够缓人大悟 真的 刘国良 姜还是老的辣呀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先聊到这 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二天这边您聊到点球